没发现什么违禁的词句 坐 知道什么叫鸡蛋里挑骨头吗 何代 连字缝里都找过了 您说 坐 懂得什么叫欲加其罪和患无辞吗 中堂大人 只是有首诗我看着有点眼熟 何代 您看 在这 何代 就这首 春风蜀花涌 坐 一片 两片 三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飞入草丛都不见 你读过太上皇的玉纸诗吗 您是说太上皇的玉纸诗里有 正是 我记得清清楚楚啊 这首诗 乃太上皇所作 就收在他老人家的玉纸诗里 去 去 把太上皇赐给我的那套玉纸诗拿来 去 是 老爷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太上皇是天子 老天爷的儿子 您能跟人家下棋 下棋也成 能输不能赢了 您赢了 千不该万不该的 您不能跟太上皇洗澡 您以为这人脱了衣服都一样 穿上龙袍 他又成太上皇了 老爷 我说这话 我觉得您应该明白 您怎么 我说张成 回家以后 赶快打点行装 越快越好 咱们赶回山东老家 你这一说 我还真有点好怕 果然一字不差 一字不差 标题都一样 老爷 您的记性 那可是真好 作为爱卿 朕的预制诗第五集已经印出来了 此诗集一共是一百二十二卷 一万零六首 都是朕善未十年前所作 胡圣 奴才在 此诗集于众爱卿 遵旨 恩赐军机处张经赵义 是朕善未十二卿 谢太上皇 恩赐军机大臣汪文锐 恩赐文华殿大学士吏部护部总管和珅 谢太上皇 是朕善未十二卿 恩赐汉灵院大学士张南华 在哪里 对 对 大师 往这边 你们那几个 快点 有点 对 隔着 好 来 往这边 你们 过来 相比隔着 我说刘安 老爷可关照了 他骑驴 烟翠夫人有孕了 他得来顶软轿子 那大夫人呢 你怎么那么糊涂 大夫人走了 王爷谁伺候 老爷子也是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真是累死活人 你瞧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大夫人说了 回山东老家指不定劲 让咱们先走 把老爷伺候好了 这些诗稿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并逐书录 本以为会给你个惊喜 可没想到你却发这么大的火 夫人 我刘庸一生写诗 只是为了抒发胸义 谁想编这个老绳子留存后世 在当朝因为写诗而入了冤狱的还少 夫人 你可是一世的聪明 到老到老却糊涂了 好在 好在 好在什么 一本都没有送出去 都在这箱子里头 那就好 叫张成刘安把这些诗集赶快装箱运回老家 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朕生平最喜欢寅师作父 浮予山川名胜 风土人情 莫不行诸永哥 记得朕当皇子的时候就著有乐善堂余集 所以登记以后又有玉智诗五集 诸位爱卿前四集都读过了吧 回太上皇 玉智诗前四集共四百三十四卷 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 农才均一一共读过了 实在太上皇又赐玉智诗第五集 农才更要连夜禀诸败读 太上皇之时 鸡鱼银涌 分章迭运 精益分轮 利益清承 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 古人激波垂师 夸为神速 何曾有日永时余 云之十叠者 那才以为太上皇之诗 不仅当朝无人望其相悖 即便先帝康熙年间所编印的全唐诗 云之诗 共收录了唐代诗人 两千二百人 三百年所作 也才四万余首 太上皇一人之作 扬扬大观 可与全唐诗相媲美 太上皇真天才也 太上皇之诗 今生玉阵 涵盖古今 神龙行空 顺兮万里 太上皇 奴才有一事不明 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说吧 谢太上皇 是这样 近日能再偶得一本个人诗集的抄本 发现其中有一首诗 今以太上皇预制诗中的第281卷中的一首题目完全相同 词句也分毫不差 不知何故 有这种事 是啊 拿来 时安时存 这个时安就是刘雍吧 真是 看 您看这一首 用眼 看来 去朕的预制诗第281卷了 是 一篇两篇 三四篇 五篇 五篇 六篇 七八篇 九篇 十篇 十一篇 飞入草丛都不见 春风树花又 果然是 一致不差 一字不差 太上皇 这首诗奴才至今记忆犹新 乃太上皇二十年前之旧作 流庸 他身为大学士 明知这首诗早已收录在御之诗中 却还要将它收录在自个儿的诗迹当中 其歹毒之心昭然若揭 太上皇当年做这首诗时 臣也在场半价 圣上随口涌来 并比太监当场录下 臣是亲耳聆听 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望 是 太上皇 胡圣 奴才在 传真的指 带十名玉林军去朝刘庸的家 看看他还有什么违禁的文字没有 朝刘庸立即上殿请罪 朝 刘庸 刘庸接旨 刘庸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刘庸一贯灭食圣上 羞辱朝廷 须将御治师中 圣上御彼切为己有 自成师籍 贪天之功 昭然若揭 令御林军超莫所有实安师存 查抄刘宅易英书记文字 刘庸接旨后立即戴罪进殿面君 不得延误 钦此 刘庸谢主隆恩 刘庸 胡公公 抄禄勘印实安实存 是小女所为 老爷他并不知道 若论罪是小女的罪 请胡公公代为禀名圣上 刘大人 走吧 抄 抄禄 张城立安 看着咱们的东西 看着咱家ary 老爷您放心 草民刘庸叩见太上皇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罪民刘庸 是罪民刘庸 可是到现在 我现在我不知道刘庸犯的是什么罪 什么 那好 皇上 奴才在 给他看 诈 刘大人 刘庸 刘庸 还不知罪吗 刘庸知罪 知什么罪 对 玉智诗以收永花诗一首 我就不该收入诗集 我本不该刊认什么 诗安 诗集 不该 不该你还是做了 刘庸 难道这与一般文人为了一首诗去争巧吗 这 这什么 刘庸 我问你 这首《春风暑花涌》 到底是太上皇所作 还是你刘庸写的 太上皇三句 刘庸一句 不对吧 当时在场的可有好多人 臣那天也半价随行 当时太上皇掐了朵花 嘴口涌来 当时臣还以为太上皇在数花瓣 可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 汪侍郎说太上皇好诗 当时群臣都激动了 念到第四句 太上皇喃喃低吟 这画龙点睛之巨时 但是群臣都一片欢腾了 这第四句 当时大家伙都没有听见 可是刘庸离太上皇最近 他把第四句又重复了一遍 实际四句都是太上皇的预口 刘庸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刘庸 是这样吗 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可笑 不 是有趣 我就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 这四句诗前三句都是在数数 这后来一句实在是有点像打油诗的样子 打油诗 柳柳 朕的勇画师跟这打油诗有什么相干 我看了 启禀太上皇 这打油诗是一种村歌礼调 陈在乡下的时候邻居就是一座油房 有几个伙计一边打油一边喊着耗子 是这样 一二三哪 多大油啊 四五六啊 好大油啊 好了 够了 够了 刘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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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刘庸在 刘庸的旨意 即刻把罪民刘庸给我打入刑部大牢 等候发落 刘庸 刘庸